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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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匀雪藏半个小时腌制入味 金针菇洗一洗挤干水分备用 采胶去紫切条 收红 可以开始煲鸡翅了 把金针菇和彩椒塞进鸡翅内 像这样就可以了 重复同样步骤 把鸡翅排好 淋食用油 即使军队整装待发了 金针菇一小撮就可以了 开始烤鸡翅了 烤二十分钟左右 中途把鸡翅翻面继续烤 鸡翅出炉了 鸡翅圆鼓鼓的好可爱 最重要的是现在满屋飘香呢 鸡翅包金针菇味道很棒很好吃 自己做的和外面吃到的一样美味哦 因为是五股鸡翅 所以口下去可以吃到美味鸡翅和脆口金针菇 越吃越好吃 这道食谱在去骨部分需耗食费心思 可是味道很棒 一起都值得了 让鸡翅剩下的金针菇和彩椒 记得不要浪费 也可以烤一烤一起吃哦 给大家仔细拍一拍鸡翅吧 金针菇和彩椒放入烤盘内 淋食用油 下调味粉 拌一拌 烤五至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简单烤一烤 味道鲜美也很好吃哦 金针菇的烟酸含量特别高 烟酸是人体用来调节胆固醇和促进大脑健康的一种微量营养素 每份金针菇都含有健康量的饭酸 维生素B5 人体可以利用它来合成脂肪酸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鸡肉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73个美味鸡肉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